到底是一億畫素的鏡頭吸引人? 還是法力無邊的Google AI 令人嚮往? 歡迎收看這次的就是要對決 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小米11T系列從發表到現在也過了一段時間了 如果對它的效能或是一些硬核評測有興趣的朋友 網路上應該已經有蠻多影片都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做跑分 因為剛好家人換了Google的Pixel 6 Pro 我就打算來實際測試一下 到底是小米11T Pro的一億畫素相機比較厲害 還是知名手機評分網站DXO Mark上 相機綜合評分第七名的Google Pixel 6 Pro厲害 到底勝負如何?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對了,影片最後還有抽獎活動,不要中途離開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小米11T Pro的外觀 月光白的外殼雖然是塑膠材質 但是卻讓人感覺上沒有犧牲掉任何的質感 在光線下還會有一種晶瑩剔透的視覺效果 音量和電源鍵處於機身的右側 電源鍵同時具備指紋辨識功能 充電口和SIM卡槽則處於機身下方 機身的上方還有一個紅外線發射器 這點也是我非常喜歡小米的一個地方 因為可以直接當家裡的電器遙控 真的是超級方便 內部的CPU為高通今年的旗艦處理器S888 雖然網路上都有說什麼發熱之類的 但實際使用遊玩上 小米11T Pro都不會有明顯變成暖暖包的感覺 散熱做得是相當不錯 那它搭配的電池容量則是5000mAh 支援120W快充 實測從5%到100% 它僅需大約15分鐘 之前小米發布會就特別到美麗華的摩天輪做示範 摩天輪轉台不到一圈就衝完了 充電速度真的是鬼扯 整支手機的重量為204g 拿在手上的手感相當不錯 重量整體也很均衡 正面為6.67吋的2400×1080 AMOLED挖孔螢幕 具備120Hz的更新率 峰值亮度可以達到1000Nit 實際使用就算是在太陽下也依舊非常清楚 同時這塊螢幕還支援HDR10 Plus 還有10bit色彩顯示等技術 規格相當豪華 另外這支手機的上下方 都搭配了Harmone Kardon調音的揚聲器 慣應的體驗整個來說是非常的舒服 我也找了我爸媽來盲測小米11T Pro的 Harmone Kardon揚聲器 還有Google的沒特別標註揚聲器來做比較 加上我的三個人之中 有兩個人是認為小米11T Pro的聲音表現更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到本機的重點 攝影大對決 那由於最近的太陽都不大 我特別找了一天還算風和日麗的日子 然後到戶外的生態公園來實測一下拍照效果 並且與Google的Pixel 6 Pro來一個對決 首先先說明 接下來的小米11T Pro照片 除了我特別提到的拍攝模式之外 皆是採用一役畫素模式拍攝 那拍攝方式兩支手機都採用懶人拍攝法 也就是最簡單的直接點擊螢幕上想要對焦的目標 然後不再做其他的光線調整 順帶一提 我拍照那天一出門就像是踩到開關一樣 太陽亮度直接剩80% 那如果照片你覺得不夠風和日麗 那是正常的 絕對不是手機的問題 首先先來看看這隻鴨子的照片 遠看的話其實兩張照片都相當的不錯 那個人覺得小米的色調更明亮更舒服一些 但Pixel 6 Pro的顏色我覺得更是接近眼睛所看到的 再來看到下一張照片 小米11T Pro的一役畫素在這邊就展現出了優勢 乍看之下其實兩支手機的成像都相當不錯 但是放大之後就可以看到小米的細節是更加的完整 而且連超遠的人輪廓都看起來還算是清楚 那Pixel 6 Pro則是放大之後比較模糊一些 接下來這張我覺得兩支手機都拍得很漂亮 那Pixel的天空我覺得更接近真實所看到的 而小米的11T畫素依舊是細節表現更好 放大之後可以看出小米的涼亭屋頂還有一些線條 而Pixel 6 Pro有些地方則已經糊成一片了 錄影的部分兩支手機我都採用4K60的模式 手持拍攝走家跑一小段路 那個人覺得Pixel 6 Pro在防手震的方面是比較好的 小米則是不知道為什麼畫面會有一陣一陣的濕膠感 推測可能是防手震的韌體所引起的 那接下來畫面來到室內 不得不說小米的色調真的是比較討喜 至少我跟我的家人都是這樣覺得的 那但是在這次的細節上 我覺得Pixel 6 Pro是終於有板圍一層 放大來看的話聖誕樹上的樹葉還稍微清楚一些 那旁邊的招牌字也比較清晰 不過吊燈的部分我覺得小米11T Pro拍得比較像是我肉眼看到的 各位都知道夜拍要拍好AI不可少 但是小米在開啟一一畫素模式時是無法搭配使用AI的 所以就用一般的相機然後搭配夜拍AI來進行比較 以第一張比較圖來看 兩支手機都是可以拍出星星的 但是小米的AI有點把建築部分加得太亮了 照片整體看來就不如Google的自然 再來第二張的天空 兩支手機都不約而同的幫我加上了一些肉眼沒有看到的星星 不過這邊反而是小米的照片放大之後看得出大潤發的招牌 但是以其他的細節來講Pixel算是清楚了非常多 那最後這張霓虹燈的對比Pixel 6 Pro真的可以說是完勝了 雖然說細節都是不清楚 但是Pixel的照片看得出雜訊處理的很好 而且霓虹燈的光點也清楚很多 不可不說Pixel 6 Pro的夜拍能力真的是名不虛傳 那在實際使用小米11T Pro的這一兩個禮拜下來 體驗就是一個字 好! MIUI的整體操作搭配120Hz的螢幕真的都是非常的流暢 重點是這支手機電量大充電又快 我出門拍照那天先花個幾分鐘充滿電 但出門之後拍了一兩個小時都還有90幾% 不可不說120W的充電真的是太爽了 官方宣稱的17分鐘充滿絕對是沒在跟你唬爛 如果說時間就是金錢那這個快充一年就幫你把手機錢省回來了 還有我本來以為120W快充充完電之後手機會很燙 結果並沒有耶 不論是充電頭還是手機的部分 就是正常完全撐不上熱的溫度 那另一點就是目前市場上120W的充電器 大部分都還要破千元的售價 小米11T Pro是直接送你 等於是你買這支手機又現省一千多元 真的是太舒服了 總結來說其實還有很多好講的 但是礙於篇幅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那比Pixel 6 Pro便宜一萬元的售價 卻能在Google最引以為傲的照相體驗部分 與它打的有來有回 客觀來說 我還是認為Google Pixel 6 Pro的拍照表現 在綜合來說是比較好的 畢竟它也是售價貴了一萬多 我怕有網友看一看影片 然後買了小米11T Pro 想說怎麼拍照沒有比Google漂亮 但是我個人覺得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小米11T Pro絕對是一支值得推薦的手機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這次的影片我們會抽出兩位幸運兒 分別獲得紅米Bus3 還有小米智慧門鈴2 抽獎的方式超簡單 趕快訂閱加分享我們的影片 並且在底下留言 Hashtag Enterbox 我覺得小米11T Pro的什麼功能超酷的 那就可以獲得抽獎機會 只要在1月10號之前完成都可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如果忘了一下 我們會 inspired our product 就需要啦 吃在一起 那樣 吃在一起